今天的題目叫做人生最想問的八個問題 美兒這八個問題都是你和你身邊的粉絲 個個都想問我的 很難得今天師傅藉著這個節目幫大家開事 我第一個問好 第一個問題很厲害 師傅我現在很黑 怎麼搞 有一個人這樣問 就不是你美兒 有一個人不是我 我最近的弟子寫了一個叫做會長植弟的信給我 我只是昨晚和前晚放兩天假看我的信 那裏三百多封信 你會逐風看嗎 逐風看當然 你寫信給我都要看 逐風看的 我發現很多都是調白粉絲 現在來收密中課程 他們都講在過去的日子裏面 跟我做的事 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成功的個案 都是講出一件事 就是他們怎樣由黑就開始轉 不用那麼黑 其實我們玄學節目 就是一定要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本身 是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好運 其實就是關系到時間 空間和靈性這三方面 好林極 什麼叫時間呢 就是你出生 那個月份的溫度是影響了你 美兒現在你都明白了 你本身生於秋天 變成你是這麼多 那你就一定有個五行是沒有的 那個就是木的五行 所以造成了你多一些木 那你就一定是會好運 這個就是講時間 也就是講溫度 那林極 你reliberate一下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好嗎 那如果是時間的話 基本上如果在八節 就已經很清楚了 永遠都是第二格 就是月份的地支 是影響我們一生的 是 因為在那八格裡面 只有這格是存在溫度的 是 譬如以我為例 我是冬天出生的 我欠缺的五行就肯定是火 加六個月 或者減六個月 那那個月份 就是你所欠缺的一個溫度 那這個就是 每個人出生的時間 是受那個時間的影響 空間就是講風水 方位 方位真的有影響 所以我們中國坎餘的文化 能夠影響到幾千年 就是因為證實到 人是很容易的大腦 是受到土星的磁場影響 那在中國的坎餘文化裡面 就發現了兩樣東西 一個就叫做二黑病符 一個叫五黃薩 五黃薩是直成會拿命的 是 二黑病符只不過是病 那這兩顆星 就是土星的薩 就會影響我們 所以造成了我們不好運 就是土星的薩 就是溫度 那在過去七年的節目 我都講過以前 為什麼要明羅學道 原因就是敲些羅 就是發洩那個土殺 表面上就是說 官禮要威風其實不是 另外為什麼會出街人要敲慶呢 其實慶一定程度上 都是金的碰撞聲音 可以破解我們的混沌 其實近這十年 還多一件事 就是說人為什麼要混沌 其實吃得太多東西就是混沌 吃太多東西會混沌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他說一個飢餓的狼 是清醒過一隻吃飽的獅子 是的 意思就是當你 譬如說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在玩168 就是晚上那頓飯不吃 如果你晚上那頓飯不吃的說話 當然這些是營養學家的事情 我們不說 但是如果你晚上那頓沒有吃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精神狀態 是最好的 最清醒的 清醒很多 所以吃早餐之前 通常是最好的時間 就是念經過或者做運動 那段時間就令到你很清醒 但是運動呢 就不是只體力運動 是靈性運動 靈性是最高 沒錯 所以這些是修行的一些經歷 挑釀 是的 所以如果你問一個人 如果是非常不好運行 所以問你居民呢 那我就回答你了 第一時間就是俄命學 就是說你是春天出生 那你就吸收秋天的金 如果你夏天出生 就抽一下冬天的水 如果你秋天出生 就抽一下春天的木 如果你冬天出生 就抽一下那個火 沒錯 而金木水火土裡面 日常生活裡面 全部都有東西的 那些就是詳細的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使你轉運就是風水 就是荒位 這個是沒得走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靈性 靈性 靈性就是說 行運必先改心 譬如你很黑 那你的心境上面轉化就可以 但是很難轉的 說而已 那轉變你的心 通常來說就是通過修行 所以為什麼要有宗教的信仰 有時候有些幫助 也就是把自己不好的東西 賴到神裡 這個就是其中一種宗教 另外一種就是 增加你自己的 所謂開發你自己的老細胞 看得開一點 那種就是現在我們收密宗 是的 這個就是非常實用 以我過往在七年裡面 跟隨著師傅去收密宗 其中一個最大的收穫 就是懂得一個的道理 亦都是開始拾錢的就是 我們未必可以控制到 在宇宙或者天上 扔些什麼給我們 但是我們人類可以控制到的 就是我們怎樣去面對 我們所接收的每一件事 怎樣去處理 是這件事我們可以選擇的 但美宜有這件事很奇怪 就是不是每個人 適合宗教信仰 為什麼 原來在八字上面 有一個叫孤神寡叔 那個星如果是你的用神 你就佔任何宗教 你都會通過宗教有成就 但是如果你的孤神寡叔 不是用神 你信宗教就很容易捲入 那些是非、佛堂那些人際關係 還搞到自己焦頭眼辣 現在我也看到很多信宗教的人士 一片善心進去的任何佛堂 反而是被騙 就是因為他的八字裡面 的孤神寡叔 不是他的用神 所以我為什麼很喜歡 八字這個神數的尖算呢? 因為他的確是破解了很多 我們平時破解不到的東西 過去七年 我們的潮白粉絲 每個人都已經學習了很多東西 都在改進 所以我的責任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當然一個人欺負 或者不好運 哎呀美宜 這個永遠對的 就是個家山 哦 祖先 是啊 就是等你在哪裡出生 你一個有錢的家裡出生 你一個有錢的家裡出生 那是壞的 是不是 那你就別的東西煩你 沒有錢煩你 別的東西煩 只是現在說爭產 就是爭身家 爭身家 是不是 大哥 你多10億多8億 大為膽氣 是啊 是啊 姐妹就鬥化 父母就互高 那這些呢 都是悲劇啦 是不是 所以其實一個人 你說不好運 或者很黑呢 其實跟個家山都有關 但是如果你是家山有錢 不是代表你的幸福 沒錯 你記住這個世界上 有錢不是代表幸福的 其實是自給自足 能夠滿足 心理心靈上 能夠有一定程度上的改進 這個才是真正的究竟 所以改運就必先改心 改心 只要你的心改變了 就什麼事都可以解決 好了 我們總結了 剛才我們問第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人如果很黑的時候 那是怎樣解決呢 師傅就回答我們 就是時間 空間和靈性 簡易精 沒錯 當然In-depth下去 怎樣時間 怎樣空間怎樣靈性 這些就是我們過去七年 慢慢再消化 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是怎樣 你最有興趣 你聽清楚 是怎樣可以找到一個好的終身伴侶 這個終身伴侶說明 就不是要結婚的 上學上面來說 你能夠擁有一個終身好的道女或伴侶 你前面那兩隻牙一定要整齊 這個通常會有好的婚姻 如果沒有就套到有 這個就是技術來的 我見過很多人他本身沒有 但套了之後都能夠有 找牙醫幫忙 套靈牙 門牙兩隻 其他的當然越整越好 另外脫間門的墨 和磨靚間門的皮膚 這個位置 美儀現在你可以做大師傅講解一下 這個什麼位置 太陽月哥的位置 不可以有青筋 不可以有蜜 不可以有豆皮 或者蜜 都不應該有 在過去 譬如娶不到老婆 嫁不到那些 通常那個位置有蜜 和會凹凸不平 甚至有暗瘡疤 疤痕 好像林基今天 那些頭髮沾下來 都是衰衰的 昨天也是罵我老公 很明顯 要找一個好的終身伴侶 這是美儀要問的問題 我也要回答美儀 不想說 你要找一個終身伴侶 你要記住 好的 其實是因為一直下來 你要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變成你就比較難找些 這個就是公開了美儀的秘密 其實要求比較高 變成要求高的時間 根本沒有這些男生 如果有的 全部已經是老婆了 你明白嗎 他又不想捲入第三者 當然沒有 那剩下的就不是太多 另外一種就是林基那些 林基那些就是 他其實想找個奴隸 對不起 就是他找個很乖的男生 那他就真的去找個很乖的男生 直言之來說 是找一個可以欺負的男生 這種就一定找到一個好的終身伴侶 也就是把自己的要求 第一不是為對方的錢 不是為對方的名利 不是為對方的羊貌 只是求什麼呢 我欺負你 還有你是忠誠 那在香港這一種的動物 動物又說了 是基本上失傳了 這種動物 我還想打給林基今晚談 但是如果你要保護住這些動物 移民就容易保護一些 因為移民鎖在一個小鎮裡 就沒有什麼美女會見到的 但是如果你一放那隻動物回大陸 那就十單 有十一單都會出事 對 寵物就變野獸 所以林基今不會讓她老公回大陸公幹 那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好了 這些是客觀的環境 在術數上來講 有沒有一個終身的伴侶 其實八字很容易看 就是你出生那天的地支 是不是你的用神 那譬如舉例 你是屬金 那你木就是你的太太星 那你剛好出生那天 那你上面是金 下面是木 那就代表你是老婆 那你剛好生在秋天 你是要木的用神 那那個就一定找到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研究了原學術數這麼多年 四十幾五十年 我都還是覺得八字神數厲害 是因為她不僅可以選到人 這些這麼具體的東西 而且甚至將她放大了 是每一個國家 她每一個八字 然後她選哪一個做總統 或者哪一個做領導人 那個八字是利的國家 或者是不利的國家 全部看到 那就是說知道誰選到 現在美國正在選舉 選哪一個美國會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已經跟八字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浸淫在八字神數裡面 特別是現在我們這幾十年來 把八字神數發展得很好 那你從中去理解 你就明白第一 夫妻會離異 原因就是十年一個運 那你以前她走的十年運 你跟她就很適合 因為你要火她很多火 突然間她轉了五行 那就沒辦法商量了 對不對 所以就要用旁邊的東西來救了 譬如說本身她不夠火 但她突然抱一隻貓回家 那就有些火了 突然間她又換了一張電箭 有加分 對 接著她請了個菲傭 菲傭原來是我們叫姐姐 是因為她在菲律賓 菲律賓有火多 你明白嗎 印尼就肚多 不夠肚又補個印尼的工人 就是凡此種種 我們就明白到 就是如果八字臨記 算到你去到那個魂 你要的用神全部都沒有了 那很多時候的人就說 算下來你是不是會死 不是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往生是有三樣東西 我今天爆這個內謀給大家聽 所以你剛剛學八字 不要經常在這裡查 一無用神就說可以走 第一 你的枕邊人 你旁邊的人 如果走你用神 你是會救到你的 但是分床睡不可以 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自己在哪個地方和區域 等於現在的人移民 選擇一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是有一個八字 沒錯 你去美國就是火多的 你去新加坡是水多的 你去英國就是金多的 新加坡是水多的 喔是嗎 不是火嗎 所以你就要看它是那個 國慶日在哪一天 喔 OK 那你找了國慶日之後 香港是7月1號 火 美國是7月4號 大陸是10月1號 你找完這些答案你就明白了 大陸是金多的 你本身是金多的人 你就不會喜歡某個地方 回大陸的 所以造成了 你理解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明白為什麼你要移民 或者為什麼你要移座民 全部解釋到這個答案 你知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再開班 是啊 很多人問 是啊 是啊 我現在很懶 所以呢 快的了快的了 現在如果要開班 我也是想是 和大家一起去旅行 在旅行當中過了給你算 有開心又可以玩 林基你問這個問題真是壞 你問了之後被迫我要爆很多 為什麼現在我批八字批到卓神入化 你叫我現在教ABCD 我很辛苦 那你教吧師姐 原則上是林基教 變成我一開口就已經是用神班 和執業班 現在教執業班 是啊 教完你可以出來 掛牌 我也有光居銘 是不是 真的啊師傅 你吃成就行了 大哥七年了 你 是不是 你自己算一下多少集 大哥 有哪個節目做七年 那些資料都還沒完 真的還沒完 我們還在講一些新資料 給大家聽 一般人都講到沒有資料 下一個問題 我剛才回答了一點點 是啊 第三個問題 我都很想幫些聽眾 和我自己想問的 我們很想自己是可以很豐足 最重要是有些積蓄 那其實師傅 有什麼方法在玄學上面 是要快、靚、正的 你想發達 當然 有誰不想 我想有錢有兒子有朋友 還有靚 是靚 你說發達 我們一定要告訴大家 什麼 我寫了一本書 就是講發達的 如果你記得那時候 我都不記得那本書 叫什麼名字 很多年前寫了 整本書都是講發達 因此住行 其實在過去 就是在我節目的聽眾都知道 就是我發現到 八卦上面 就是西南西北方 就是有一個很巧妙的發達秘笈 也就是說所有的人 經常不見錢 就是因為打開了西北方的窗 這個我講了十萬字 你們還是不刪你西北方的窗 所以這些叫細緻辯充 就是自己認為自己很聰明 聽完就算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寶 所以第一 如果你想發達 先不要蝕財 先 蝕財就是不要不見錢 如果你家裡有西北方的窗 你就一定會蝕財 所以就關上去 基本上已經沒有蝕財 下臉 下臉就更加 如果是西南方打開的窗 就代表消費 那就是買東西 消費 因為女人就是消費 不是破財的 我們有分的 男人那些叫破財 女人那些叫消費 這是李居明的道理 所以很開心 很喜歡師傅 但是如果你是老公 你聽節目 你見老婆洗得太厲害 你就把西南方的窗 關上去之後 他就自然這陣子很節省 你明白嗎 所以就不會買那麼多明體 師傅我真的很想說 這件事在我身上 真的可以認證到 因為事源我上一間屋 我的西南方就是大門 我真的其實 每天出街兼買東西 每天不同衣服 無論是網路還是實體的生活 但是我現在搬去那間屋 我的西南方已經不是窗 也不是門 我的確是 我今年真的深歸了 而且真的少買了 但是我看你的衣服 也是不同的 幻象幻象 所以真的要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發達 依然是李居明的方法 就是關了西北方 關窗 關了西南方的窗 然後在這兩個位置 放兩個甲蠻或財商 這個就是一直下來 我們堅持 我們偉大的法言 你不做 你不用 你笨 所以就是這個 當然在靈學上來講 我們都是相信 是拜財神有些用的 因為靈性上面 是真的有加持的 那個財神法 就叫做大黑天法 三面大財神 這個法都是屬於 是招財的 所以大家聽了 有機緣就學一下 沒有機緣 就用風水來幫助大家 催旺這個財富 都是我們玄學節目 是向大家推薦 大家參考一下 剛才你說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再開八字班 即是執業 是會去旅行 去教大家 說到去旅行 我就想起大逆馬 逆馬除了旅行之外 還可以是移民 其實這些問題 都很多人討論 是很多人問的 很多人都問我 知不知應該是移民 其實在八字上 就立刻看他那個逆馬聲 那個逆馬聲 如果是用神 通常來說移民就好 OK 譬如他要木的 移民的聲就是木的 那就好 如果那個移民的聲 留意了 如果是他那個呼聲 就代表他會嫁給外國人 如果是他妻聲 就是說他很容易 娶過外國女生 很多秘密 但是就因為在過去 八字神授究 叫指平明理 是很多時候你學的過程之中 要游一大堆花園 都未直指到那個問題 現在就變成來到我這一代 特別我去教 然後我就直指那個問題 還有所有學的東西 要落地一點 不要只有講字 講一些理論 講一大三沒有用 好了 講回頭 就是為什麼人們問我移民 我說沒有意見 可以看一百字 看看你對不對 第二件事 我通常都會有個下句 什麼 那個下句就是什麼 反正你將來都會回來 是的 師傅你真的很準 這期很多人會回來 為什麼呢 這個理由就是因為沒有口味 沒有口味 沒有口味有兩個含意 一個含意就是你那邊賺不到錢 第二件事真的沒有口味 因為你移民 去那些小鎮 每天都是對著那三間中載館 所以你要去吃七餐 貴到七彩 兼且飽以歧視的眼神 變成你要回來吃東西 你就橫掃 香港好東西吃之外 大家都知道深圳多東西吃 是啊 大家一條腸都很掛著香港 是為了吃東西 就覺得移民是不值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的年紀稍微大些 或者你有一點點病痛 你千萬不要移民 這裏我的意見 就是參考 就是娛樂 就是因為在外國 通常來說 你過了某個歲數 通常只70歲左右 那些醫生都不是很肯醫你 他認為你差不多 是啊 但香港不同 你有錢 沒有錢都可以 沒有錢都夠 沒有錢都夠 因為當你一百歲來醫治 這個真的是 我都去外國住了半年 那我也知道 那時候一九八幾 九幾年的時候 移民最高峰時 我都去加拿大住了半年 很悶 為什麼呢 因為商場每個商場說走 裡面全部的店舖 都是那種店舖來的 因為他怕那些人不交租 所以 只是租給那些大財團 那他的公司大間 一百幾個商場 都是那個店舖 他悶就悶就 裝修全部一樣 所以去到商場 全部都一樣 但是你回深圳 或者你不要說什麼 你去澳門 你試一下可不可以 走到澳門所有的酒店商場 不行 你根本有很多 就是五花八門 五光十色 這裡的社會就是這樣 而且是便宜的 林基 所以你去買衣服 大把衣服給你買 你回深圳 不用買名牌 是不是 大把衣蜜 衣蜜才漂亮 名牌現在哪裏漂亮 一穿出來 每個都是那件衣服 是不是 一看又是什麼 現在的名牌 開始嚴重了 所以為什麼 我說移民都是一口氣 理由就是長遠來說 你為了吃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吃 你為了買東西 第三樣東西 你去到那邊 一定要節衣宿吃 所以拿著兵看著它溶 溶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打算是回來 所以我說移民其實都是上屋 搬下屋 不見一羅谷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如果移民星本身是你用神 依然適宜去外國 是哪些人去外國呢 講開我又會爆多點 是呀 我批八字覺得那個人沒有運行 而他問我好不好移民 我會叫他去 為什麼 因為你移民之後 你沒有運行 你去了那邊 基本上將自己的生活 一樣東西都是要求要降低 那你變了去那些小鎮裡面 吃得很簡單 反而更好 那你兩夫妻又不會有其他人有 那你變了又沒有什麼運行 索性熬熬 就是容易適應 是啊 所以其實移民一定程度上 在八字上、玄學上是入務的 入務的意思其實就是一種修行 甚至是一種牢獄 是一種牢獄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去那邊讀書就好 就是進修讀書是好的 因為外國始終你科學的水平 或者文學、學術的水平是高的 氣氛會好些 去喝洋水是好的 但是長遠來說 哪裏旺就去哪裏 那如果外國王就是外國 如果你能夠去到外國最上最高的當然是好 你去到最上最高的 你可以吃到最好的東西 你可以花最厲害的錢 理論就是要哪裏都可以 就要做一個叫世界人 這個就是我的理論 今年的運程書都說 從九運開始 其實每個人都是做世界人 沒有移民這個名詞 個個都是隨處去的 現在我們經常說西歐東歐那些國家很正 我們都去困一下 去一下瑞士 去一下摩洛哥 見一下夕陽之下 然後一個白髮瘡瘡的老人家和太太 拉著狗的斑馬線 說那些日子 呼吸的空氣又精神到不得了 你有錢又吃得很好 當然這些都可以 不過現在我們香港人 中國人去到外國被人歧視是真的 所以這些都是很難接近的事情 第五條問題是什麼 師傅 其實做人是為了什麼 人生為了什麼 這個問題我們從小都問 我們追尋了一輩子 其實人生是為了叫做揭牌 人生每個人都是在做偵探 都是想知道自己明天是怎樣 所以為什麼命理永遠都行動 原因就是他告訴你明天是怎樣 人生在世 其實為了什麼 我寫了七個字 提升自己的靈性 好像彈公 其實不斷一世一世來到這裡 就是領悟人生的道理 向著光明點一路進發 但是一般人好像蚊香 就是他不會向上的 只是在原地那裡踏步 所以一世又一世來 就受到我們那些貪真之慢而影響 沒有進步 那麼下一世又要來進步 你看美爺就知道了 他做了七年節目 他現在的靈性提升不少 那原因就是他是一個學習 或者一個提升 那麼他慢慢提升的時間 他的靈性越來越高了 那麼他這輩子的收穫就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人生為了什麼 是追尋這種靈性的提升 那麼你靈性提升的時候 你就不會為了日常生活的那些無無惠惠的事情 就去耽誤自己的時光 好了很多護士接引很多的老人家走了 於是就發現到他們走的時候 是有很多不同的講法和願望 於是就將那些資料全部總結了之後 寫成一本書 那麼裡面有講述一個人離世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要在這一天 離世的時候他們所說都是那一件事 就是覺得這一世浪費了青春 是很多事情想做 但是竟然沒有做到 覺得很可惜 於是呢 普遍來說都是有四個字說出來 大願從來 就是說我再來的時候 不要那麼蠢 那麼浪費時光 應該去爭取多些好東西 提升一下自己的智慧 這個就是他們那些護士寫的書 是總結了出來 人走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就是佔了1%最高 但是很少會說 還是執著於 就是說家裡收了黃金在哪個位置 其實那個是很少的 因為去到那個境界 已經覺得那些東西是很渺小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就天天在那裡追尋那樣東西 所以這個呢 都是一個人生在世 為什麼就是提升自己的靈性 以及提升自己的智慧 這就是我們人生為什麼要揭牌的了 緊接著第六條問題 其實過去呢 我看到我的同修 都經常都會問的 反覆地問自己 或者問旁邊的人的問題 就是 學佛和修佛 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呢 這個其實美兒的問題 問會對的 因為一般人呢 譬如是傾務於宗教 其實宗教呢 很多時候呢 就是學知識 譬如聽人家說 那個知識是怎樣的 但是呢 其實最重要你要修 因為修才有經驗 是 所以呢 學佛呢 你就是學知識 就是學佛教的知識 理論 或者你學宗教理論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要修 修呢 你就是第一樣東西 你就是要持咒念經 沒錯 第二樣東西你要思想 就叫觀想 就叫意義 第三樣東西就是 物宗叫打手印 就是因為手呢 是連結我們的大腦的 只要我們 做某一種手形的動作呢 就會引發到我們的大腦呢 有不同的思維 所以思想 我們所講的東西 和我們所想的東西 守所做的東西 就控制了我們人的 品性的轉化 那那個就叫修 那所以修佛呢 就是好過學佛 但是很多人呢 就學佛一輩子 但是都不會修 不修 所以變成改進不到 是因為 只是追尋一個知識 大家記住 現在你在手機上面上網呢 你是追尋了一個知識而已 但是你沒有增進到你的經驗 更加是沒有修行到 師傅師傅 現在第七條問題 這條問題呢 為什麼說敏感呢 我都想特別提提 因為一個人如果見鬼 就是因為你身上殘餘了一些負極的能量 負能量 而使得你看到的 你本人來說 不可能看得到 你看到是因為 那個陰性的靈界呢 和你身上陰性的靈界呢 是互相看到對方 即是答通了 即是說有個靈界上在你身 於是就是你身上的靈界看到 而影響到你看 看靈界 是 這個才是破解了數百年 千年來的謎段 就是為什麼有人會見到鬼 是因為你身上有鬼 這個就是真相 那個靈學真相 講到明是靈學節目 或者是原學節目 講到還是李居民的理論 你可以反對 好了 當一個靈界在你身上的說話 那個靈界等於 是一個人 由一間房去下一間房 這間房是這一世 下一間房就是下一世 或者是投胎 夾著在中間就是靈界 即是他又回不到轉頭做人 但他又去不到下一站 就夾在中間那裡 而且通常都是帶著一些委屈 貪真痴萬而不開心 夾在中間 所以他才不可以去到光明世界 好了 如果當你一念經的時間 無論什麼宗教都好 那麼他就突然間在這個黑暗當中 看到火柴的光 或者看到打火機的光 沒錯 於是他就很開心 於是 如果你繼續持就念經 有宗教的信仰 無論什麼宗教的信仰 其實靈界慢慢就會看開 看化 還有看到光明 於是慢慢就會融入光明 於是他就可以投胎 所以其實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解決到靈界的問題 這個理由就是因為提供到一個光明的意念給他 那如果你本身念經越勤力越多 那你的能量又提升了 那靈界是不會喜歡去一個開悟而光明的人的身上的 他只會去一個就是很喜歡悲觀 很updub和很多情意結的人的身上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個非常悲觀而情意結很嚴重的人 其實你會有靈界的可能性很高 但是靈界都是分兩種靈界 一種就是 accidentally involved 即是說你是一種意外走進來的 他本身是沒有意識走進來的 那些是隨時可以遣走的 但另一種可能是你的親屬 那如果你的親屬可能是在你的身上 特別一個亡者 你記住如果他來流的時候 你是不可以碰他的手的 因為這些是一種溫情 但是在靈學上是不適宜的 因為他開始發散他的能量 其實很容易會沾染你的身體 總之如果你經常覺得突然間有個意念 是說一件事出來或者說一件事出來 或者想一件事出來 不是你主觀想想的 譬如舉例 你坐在那裡喝一杯咖啡 突然間有一個女生走過 突然間你說 是妖艷的 你心裏面沒有這句說話妖艷 為何突然間會湧出一個妖艷出來 即不是你主觀 主動性想一個妖艷的名詞 而是突然間你想了出來 當然逐一點來說 突然間看到一個人 是正八婆 那些這樣 我沒有那麼粗口 或者我不會說這句說話 即不是你平時的語言 那些就是靈界裡面作用 他在干擾你 所以我一定要說 剛才一說到靈學的東西 我就是專家 但是我講的時候 都要大家過慮一下 李居明這樣說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我研究了很久 這方面的學者 我只是講這個理論給大家聽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有宗教的信仰 什麼宗教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唸經 你可以唸聖母經 你可以唸其他宗教經 我佛教密宗那些 當然是唸光明真言 當然是唸這些 在過去我所教的光明真言 就是不斷唸那些人 慢慢就那個靈界就會離開 原因就是 你不斷有光明的思想 他如果有一種執著 他會被你游說 或者不游說 他就要離開 為什麼 因為他不接受 一個這麼舒服光明的地方 因為他執著 他就會離開 所以說出來就很簡單 但是不說不行 理由就是因為大家太混亂了 所以在這個節目七年了 我才說 我不是第一集說 理由就是 希望大家明白到 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的人是正信正極 就沒有靈界會上到你身 更加不會有其他髒東西 說搞你的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你的磁場是很光明很大 是沒有東西可以賣到新的 所以就不會漂亮 因為接下來很快會有清明節 大家記住 去清明節掃墓的時候 千萬不要搞別人的磅 特別大家走過的時候 就睦睦眼就算了 千萬不要雜招 去看一個 去看任何一個墓碑 或者任何一張照片 這些都會構成了 你的腦裡有了這個形象 是很容易會出事 如果你的人日常生活已經非常悲觀 而且經常躲起來 經常都很懶惰 更加是不適宜的了 好嗎 這件事大家明白了 好 第八題問題很有意思 沒錯 第八條問題 相信如果是潮爆的鐵粉 一定會背 師傅經常說的 金句就是 先微細軸後談理想 這個是金句 就是說大家不怕 逐一點 為甚麼呢 賺了錢 有了錢 你可以買來自由 很緊要 你不用聽老闆說 你自己有錢 否則你也要忍你吞聲 所以人為何要 fight for 財富 就是因為你可以買來你的自由 好 你有了財富之後 你就可以布施 你想幫更多的人 做自己想做 所以做人要落地一點 實際一點 你明白嗎 既然是這樣的話 發達也很重要 有財富很重要 是的 我真的很想幫大家問 其實我自己想問 什麼時候發達 還有怎樣發達 極速 極速 極速有很多種 現在我講最快的那種 好 第一樣東西被你喝的 叫孝順父母 不喝 是應該的 為什麼不喝 林記解 為什麼孝順父母 是發達和成功的第一個秘訣 就是師傅的玄學八字已經解釋到了 因為爸爸在我們的八字裡 是代表財富的財星 媽媽就是我們的印星 當我們的財星又強 印星又強 怎麼可以不發 記住 新強永遠是贏的 多一定是贏的 好了 為什麼要結婚生子女 男生 為什麼 結婚來說 師傅說過 男人不結婚是不發達的 因為男人結婚 女人 即她的妻子 就是妻財妻財 是她的財富 而女人結婚 那個官升 官升旺的時候 當然是會 處處都會得到好處 官升就是你走出來的時間 每個人都會捧你和讚你 是 以及你就是得到人的信任 這樣就要官升 好了 為什麼要生子女 現在的人不肯生子女 為什麼要生子女 林記 生子女就代表我們的創作 另一方面女人很重要 因為可以幫我們洩獸 會越來越漂亮 所以生子女 其實另一方面最重要 就是讓你知道 什麼叫愛和溫情 而且你看著孩子的長大 你會看到一個人的成長 到底是怎樣的 而是愛可以 吹化任何的災難 和悲傷 所以有子女 這個是好 當然你說要花很多錢 錢其實是看你怎樣用 香港人是錯誤地 把很多錢 是放了去供樓 最後供了一層樓出來之後 就沒有錢 這個就是香港蓋的悲劇 但如果你買一層樓 用來炒樓 你當然有得賺 但現在如果你買一層樓 而你住在裡面 其實你永遠會發達 為什麼 因為那層樓 你沒有賺過錢 你住在裡面 當然你說我老黎 我希望有個地方住 其實所有層老黎 都應該有個地方 你不用擔心 但你付出的代價 就非常之大 而令到你捷衣縮食去供層樓 如果你層樓好風水 就沒有什麼意見 但你層樓 又郊區又便宜 都不放好風水 但如果你租屋 你就可以每兩年換一次樓 那層樓如果沒有風水 你就立刻可以換樓 是的 有轉機 變成你去市區住 你就一定旺很多 今天所說的事 全都是李居明的意見 大家用來參考一下 大家如果跟著我這些思維 或者參考一下 去想一下這些事情 都可以增進大家的知識和經驗 你記住有經驗 你才可以成就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念經修行呢 就是提升我們自己的靈性 屬於自己 所以記住一句說話 經驗如牙籤 只能自己使用 人一定要有experience 所以你談戀愛 你就知道是什麼 結婚你也知道 應該結婚就不應該結婚 是關於你自己性格的問題 有些人是要結婚 有些人不結婚 但是結婚是幸福和發達的開始 好嗎 今天就是李居明的意見 多謝師傅開始 好 多謝大家下個禮拜 再說一句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